总统府发言人说 蔡总统就是口误 我觉得总统府发言人 你的中文要回去重修 口误跟完全讲错 是完全两回事哦 因为口误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今天要叫千惠 叫人许甫这叫口误 那什么叫 那蔡英文这种是表示 他根本什么 他根本就认为他死了 所以他把他讲出来 所以你资讯错误的东西 不叫口误哦 就是你可以说你记错 或是说你讲错 那不叫口误 这是完全两回事 那问题来蔡英文总统 为什么要去讲这段话 我觉得才比较重要 其实前提就是因为 他认为这位教授死了 因为死无对证嘛 我刚讲什么就讲什么 所以这段有关民主价值的这段 对我跟你讲 这个他随便我掰嘛 反正没人知道啊 因为他死了 他的目的是这样 就没想到这个人真的活着 所以你看他从头到尾在乱掰 什么巴塞隆纳 因为他这样所以他去掰他人 你也差不多耶 其实这个我觉得他从头到尾 他讲了这么多一堆关于他教授 这只证实一件事情 他跟他教授不熟 你们根本平常也没多好 搞不好你只是听过有这个人而已 然后你就把他随便拿出来讲说 反正他死了 我就用理讲好 结果没想到这个东西太轰动 因为现场我听说很多人在叫好 那结果呢 反而被大家注意到 注意到你就曝光了 现在就糗了 那蔡文中总为什么特别要去强调这些呢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他现在号称叫辣台妹 其实我认为他乱台骂 但是呢 但是我必须讲 他一直要展现自己的台湾价值 可是问题是在那个时代 很年轻时代的蔡英文根本是没有 以他们现在的标准是完全没有台湾价值的 他是主张大中国思想的人 所以呢 大家忘记吗 他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还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他就这样讲了 然后他当时在大训论的时候 也说我们的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统一 他都直接这样讲啊 他是我老实讲 他是莫名其妙因缘机会 变成民进党党主席 然后现在出来领导 那些独派为什么反他反到现在 是因为认为他血统不纯正嘛 认为你根本就不是我们独派人嘛 那蔡英文在那个场合里头 为了要显示自己更正苗栗 所以只好呢 就掰了一堆故事 想说这样证明说 你看我年轻的时候 我早就会觉醒青年了 我36年前就觉醒了 目的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问题是蔡英文总统 掰了谎言越多人 就出了问题就越大 那现在我们看到很奇怪的就是 蔡英文总统除了任何谎言 除了任何措斥 讲错任何东西 他才说口误就结束 那韩国瑜讲错一个字 会被绿营媒体 你至少围攻十几二十天 大概通常是一两个礼拜 做一个周期 这样打 那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而且我也必须说 现在的执政党叫民进党 就搞了个半天 国民党跟执政党一样天天被打 那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 台湾怎么会演变到 这样的一个措施呢 所以我必须说 真的我们要去正视我们的总统 常常这样讲 讲错话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昨天讲过 我今天再强调一遍 因为蔡英文总统从纽约办事处 从论文 从他自己的教授 所有东西全部都记不得了 那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有可能失智